國民黨新北市長候選人 何友宜造勢大會 現場腕頭攢動 幾乎看不到地面 民眾搖旗吶喊 情緒超沸騰 把握選前最後黃金週末 國民黨大咖不缺席 前總統馬英九 和現任新北市長朱立倫 都到場相挺 還要訂一個轉型正義條例 結果冒出一個東廠事件 讓大家更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今天要支持的候選人 侯友宜先生 就是東廠預定要打擊的目標 最重要的是 東廠的成員都是太監 我不曉得 為什麼這些人這麼想做太監 很酸民進黨一把 把台下鬥得哈哈大笑 接著新北市長朱立倫 也到場 系數八年來政績 批評老縣長蘇貞昌 只會吹牛抹黑 要用正面的選舉 不要用抹黑造謠 侯友宜實實在在 正正當當 你要說他 就說他本人 不要說人家太太 不要說人家太太的爸爸 原本只能容納一萬人的廣場 用近三萬人 抬上藍營大咖 齊聚喊的賣力 全力拉抬 侯友宜聲勢 記者綜合報導